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小楼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何清家长会 感谢贫穷 河北寒门女孩707分考入北大 她的这篇文章看哭所有人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莎士比亚说 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 不得不承认 贫穷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未来吗 看完这个女孩的故事 你或许能知道答案 图片上这位笑容灿烂的女孩 名字叫王欣怡 毕业于河北早墙中学 今年高考考了707分 已被北大中文系录取 当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门口之时 她却只身一人在异地打工 因家境贫困 高考结束后 经高中物理老师介绍 她在保定一家辅导机构 做辅导员 她告诉我们 当妈妈把录取通知书照片发过来的时候 特别兴奋 一直要妈妈里里外外 把录取通知书拍个遍 当晚激动到失眠 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的旅程 有的直达彼岸 有的蜿蜒曲折 艰难前行 王欣怡出生在早强县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妈妈体弱多病 常年在家照顾患有高血压 小船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姥爷 家中有两个弟弟 大弟弟即将升入高三 小弟弟还没有上小学 一家六口 全靠家中的五母弟 和爸爸外出做灵活补贴家用 贫困的家境 丝毫没有影响乐观阶级的她 小学初中高中 王欣怡在班里 一直都名列前茅 各种奖状 证书贴满了墙壁 每次学校开家长会 欣怡妈妈都因为 没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物质条件 而感觉丢了孩子的人 不想去参加家长会 这个时候 欣怡都会说 妈妈 我特别希望你去参加我的家长会 每次你去 我都非常开心 看到你 我的心里就有了地 在困境中的家庭 学会了友善 勇敢和坚强 用幼小的身躯 和妈妈一起撑起这个家 从小学开始 王欣怡就主动 帮爸爸妈妈承担家务 经常会下地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喂鸡割草 采摘棉花 放羊 春坑时 爸妈妈在田津离地 他在前面拉 妈妈在后面推 伸一脚 浅一脚 稚嫩的肩膀 过早地帮父母 一起扛起家庭的重担 王欣怡 每个月的生活费 是平常孩子的一半 每次买饭 就买一些大白菜 舍不得吃点荤菜 在学校的时候 非常挂念妈妈的身体 经常给妈妈打电话 询问妈妈的身体情况 妈妈身体不好 经常感冒 而且一感冒 就好长时间好不了 胃不好 经常喝中药 每次妈妈不舒服的时候 王欣怡就会在一旁 倒水喂药 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并承担起妈妈所有的家务 照顾老爷和弟弟 做农活等 快乐微笑的人 他们拥有昂扬向上 积极光明的姿态和心态 王欣怡的班主任张秀英 曾这样评价她 她乐观开朗 事业开阔 格局很大 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 只知道学习的学生 的确 她爱好画画 唱歌 演讲 平时经常会关注 时事政治 阅读外文书籍 王欣怡高中时期 做了三年班长 据说 每一个和她 坐过一段时间 同桌的同学 成绩都会进步 因为她一直都乐于助人 经常会帮别人解决问题 同学们 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她都会耐心解答 王欣怡爱好写作 从小就展现出 超强的文字驾驭能力 在刚刚开始 住宿生活的时候 由于不适应 小年妈妈 于是把对妈妈的思念 写成诗歌 妈妈看完之后 非常感动 诗歌多年 仍然记忆犹新 她还一直叮嘱女儿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发表 虽然高中学的理科 基于对文学的喜爱 王欣怡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选择了北大中文系 这让周围很多人不解 但是她说 追随自己喜欢的事情 太重要了 王欣怡和弟弟 高中期间 一直在领贫困生的补助 有位爱心人士 也一直在关注姐弟俩 经常说 只要他们有困难 随时可以联系她 王欣怡妈妈说 非常感谢社会 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照 只要是自己家庭 所能负担的 绝对不会向别人 请求资助 我们一家人省事俭用 辛苦一点也没什么 一家人只要平平安安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情愿 钱还是去帮助 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妈妈从小教育她 要好好努力 将来以后有能力 一定要多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回报国家和社会 很多人都说 从王欣怡的脸上 看到的都是阳光 仿佛她所经历的 都是晴天 看不到任何阴霾 其实她自立自强 阳光乐观的精神 正是其父母的折射 任何先进的教育方式 都比不上父母 面对生活的态度 对孩子的影响深刻 一路走来 王欣怡了解前路的艰辛 依旧热爱生活 因为顽强而生气勃勃 富不代表心灵高贵 穷不代表精神贫瘠 不是所有的富贵都是幸运 不是所有的贫穷都那么可恨 有人说原生家庭的差距 阻碍了寒门逆袭 但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真正可怕的不是贫穷带来的苦痛 而是身处底层 却失去突出重围的决心 无论家境如何 只要心怀梦想 顽强拼搏都可以培养出 懂得感恩 自立自强 成绩优异的好孩子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 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 我决定这一生 呵护你 让快乐都围绕着你 这世界啊 虽然不容易 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 下去蓝色的爱 无处不在 呵护着你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当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 当我别无所求给你 全宇宙有一天 你要追溯于你的梦 我只想让你知道 这世界啊 虽然不容易 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 下去蓝色的爱 无处不在 呵护着你 I'll take care of you 我只想让你